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2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引起中国的强烈批评 尽管这次白宫对这次会谈保持了低调 可是中国呢还是斥责美国的做法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回过头看 其实过去20年来 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不顾中国的抗议 会晤过达赖喇嘛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美国总统为什么一定非要会见达赖喇嘛 这和美国国内的政治 以及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有多大的关系 这些会见是否危害了中国的主权 今天我们就是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请到的两位客人呢 一位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 中国项目研究主任李承先生 另一位是自由评论员陈破空先生 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教练对话节目 我想先请李承先生来说一下 我们知道呢 这个西藏问题达赖喇嘛问题 一直是中国的一个敏感的神经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历届美国总统一直都会见达赖喇嘛 那么您认为美国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呢 达赖喇嘛呢 是不仅是美国政治领导人 所敬仰的一个宗教领袖 而且呢 也是美国人民敬仰的一个宗教领袖 而且不仅是美国 而且是在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 包括欧洲包括东南亚包括中国的台湾等等 所以呢 这并不是一个新闻 而且呢 首先呢 刚才你讲到的是20年当中的始终是见达赖喇嘛 而且呢 达赖喇嘛在最近几年当中就提出了他不寻求的台湾独立 而且呢 这奥巴马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并不支持台湾独立 对不起 西藏独立 而呢 只是高度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自治 同时呢 他也不是什么秘密 他早就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呢 就跟中国政府领导人讲道过 他会见 他会见达赖喇嘛 同时呢 而且实际上呢 他在十月份 或者是在之前五月份 两次推辞了准备跟达赖喇嘛见面 主要就是更多的是考虑中国的因素 但是呢 这样一而再再而三 中国还是给予压力 他不考虑这本身达赖喇嘛 在美国人民民众心目当中的一个形象 同时呢 也是在实际上干预了美国的本身的一个政治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就是说 给中国媒体给人的印象的是呢 是这次奥巴马对于达赖喇嘛的会见呢 是在一系列最近的冲突 比如说谷歌贸易 以及对台金兽之后 美国再给中国一个挑衅 就是给人至少造成这样的印象 我认为尤其说是美国在挑衅中国 不是说是中共在挑衅美国 因为自从奥巴马上任以来 他奉行多边主义 他对所有的国家都采取了友好的姿态 谦攻的姿态 包括对中国在内 但是大多数国家都给他以善意的回报 但是唯独中共 例外 他认为这好像是一个机会 既然美国换了总统 而这个总统也是最谦卑的 那么也可能是踩着上的机会 另外中共自认为经济膨胀 军事膨胀 这个时候就独步天下 自我膨胀 到了一个极点 因此他在一系列问题上 归美国是采取不合作 整个2009年 中共的姿态就是说 处处对美国说不 对文明世界说不 他不仅是就是说 从人民币升值 这些贸易顺差 这些问题上说不 他甚至在国际上的伊朗问题 尤其是破坏气候大会 妨碍气候大会的成功 这个引起了全世界的反感 连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 他甚至要规定奥巴马的行程 美国总统要建中国老百姓 他坚决不让美国总统 接触民间 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 完全激怒了美国政府 激怒了奥巴马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美国被迫 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击 就是奥巴马总统 并不是好惹的 所以他就从这个 谷歌军售 台湾军售 和会见奥巴马等等一系列 包括贸易等等 一系列东西来看 就说你中共 你还没有自大到这个地步 需要在国际上的指手画脚 我们知道这是海外一种 比较常见的看法 就是说 现在是奥巴马政府 对中国做出一点还击 或者给中国一点颜色 看的那种感觉 那么我想问一下 李承教授 您是不是赞成这种解读 我不认为这样 我觉得更多的是 中国对美国的误读 他以为呢 就是美国的整个的 对中国的一些批评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觉得变化只是一个形式 奥巴马 刚才陈先生也讲到了 他是以这种 偶性的姿态 来对待世界事物 不仅是对中国也是这样 他对中国更讲到了 我们不能要指手画脚 更多的是通过我们自己的 本身的进步来显示 我们的价值观念 但是他在西藏问题上面 始终是就是强调了 他人权的问题 宗教自由的问题 这是美国的核心价值 你不能够 把他的核心价值 给抛弃掉 如果美国没有这个核心价值 那他只是像中国一样 只是有钱而已 但现在呢 中国就是认为 这些所有这些事件 是一个预谋 是一个阴谋论 这是很不幸的 因为这些事情 确实在同一个事件发生 但是如果这次 就是2月份不见达尔喇 那么什么时候见 4月份又有一个核峰会 对台军售等等 也是事先就已经早就决定 早就决定 而且实际上是一再推迟 对台军售是比较突握的 因为对台军售在以前 它是犹豫的 布什时代有个60亿 后来这边说9亿 这边追加到了60多亿 说这个东西是很有益的 另外关于会见达蓝了 我们要注意到 奥巴马完全提高了级别 就从老布什时代 到克林顿 到这个小布什时代 最初是在 他们一般的私人住处会见 就是白宫里面的 私人住处会见 表示私人会见 这是第一个 另外在克林顿时候 甚至是副总统会见的时候 查进去一个会见 顺便 好像是路过的样子 对 这一次奥巴马完全提高了级别 就是说他提高到了一个 一个整体的一个 很正式的一个级别 他首先是在正式的会晤 一小时零十分钟 同时在地图室会见 这个地图室 象征着国际地缘政治 象征着西藏的地位 象征着西藏的 一种在国际上 不可忽视的一种地位 所以我认为 这个是完全的提高 这种提高 的确是对中共 一种回击和反击 而不完全是说 寻惯力在会见 我不完全同意 是一个提高 我觉得整个的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并没有 并没有有意的 要跟中国对着干 更多的是 去表露 美国的对核心 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视 同时一方面 同时还继续想 跟中国保持 在多方面的合作关系 首先这些合作 而且是对中国有利的 中国往往说 如果你不见 你见达了 我们就不来 传加核峰会 而核峰会 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南亚的区域合作 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反恐也是 中国的利益所在 如果你把你本身的利益所在 作为一个 bargaining power 作为一个要筹码 这本身是会 省伤中国的利益的 所以是 就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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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考虑 我觉得这个是 两月份见 四月份见 或者十月份见 并不是很重要 但从规格来讲 还是跟以前的历届总统 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陈博光先生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 西方的领导人 在会见达达喇嘛的时候 都是强调 尤其是这次 比如说奥巴马也是 就是强调 他对达达喇嘛的人格 他的 他的和解的这种方式 还有就是说 他的宗教情怀 表示钦佩 那么很多都是 把他作为一个宗教人物 对他的宗教情操 表示敬佩 那么中国是一贯的 在他们言辞里面 是把达达喇嘛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披着羊披着狼等等 但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是不是 两国之间的 对于达喇喇嘛的 这个地位的解读不同 所以造成这种冲突 这个美国政府 这次释放的简报 可以看出来 奥巴马在跟达喇嘛 会见中提了三个要点 就是说 首先是 支持达喇嘛的 中间道路 然后说是支持 他的和平的非暴力 理性的手段 另外也鼓励 他跟中国政府继续对话 那么跟中国政府 所做出的反应 是完全不一样 中国政府就说 美国违背了什么 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承诺 又是支持了西藏独立 这是中共本身 需要战斗这个词语 因为达喇嘛 也没有主张独立 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 也没有支持西藏独立 是中国政府 需要战斗这个词语 因为中国政府 已经把这个调子 炒得很高 由于他文革之后 他意识形态破产 既没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了 他有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 又不可能接受 他就只好找一个 炒作民主主义 就极端的伪爱国主义 炒作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把他 那个弄的声音很高 就下不了台 因此他把这个藏独 台独都说得很高 管它存在不存在 藏独是个虚拟的名词 但是中共去了 所以你认为 中共自己把这个名词 他主要是对中国老百姓宣传 然后你看说到两者不同 是这个中共 在中共的词里 他只懂政治 只懂经济 只懂金钱 他不知道在文明世界里面 还有一个人权 人道 人性这些价值 所以对中共来讲 中共的化语系统 它的思维系统 完全跟文明世界脱口 我想请李晨先生评论 我希望是同意的 而且呢 这个达尔喇嘛 他是一个佛教的领袖 他是一直主张非暴力 而且呢 他对中国民众的始终表述了 他友好 不是对中国汉族的一个仇视 他自己承认 我爱过 你就不要忘了